谢谢小敏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 能够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我那小小的福音见证 在一开始我想先问一下 就是我们现场的家人们 你们喜欢被称赞的举手好吗 喜欢被称赞的 觉得我们的神很美好的请举手 好 哈雷路亚 待会我讲的跟这个有点关系 我想先问一下就是 大家晓得使命这件事情 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 一定要做的事情对吗 它是一个我们把福音传到地级 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到底是我们基督徒的课题 还是它是我们最后回到天价 要交付的KPI 在我的认为 我认为在我们行使命之前 我们必须先找到呼召 因为这个呼召 是神要我们在他所给的环境里面 去做他要我们做的每件事 而且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他美好的计划 大家认同吗 认同跟我说阿们好吗 阿们 好 那最后我们 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 它是最后的结果 那我的目的 我觉得我回到天家 我想要被神称赞 就是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 神看到我说 Chris你很好 我很喜悦 因为你是值得被我称赞的仆人 所以我想要做这件事 做于我生命的目的 但是我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跟我一样 就当我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 就是我可以吗 我配吗 我能吗 或是我到底为什么可以去做这件事 然后我真的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会有很多的尴尬 就是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好 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这些声音在跟我们有些拉扯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们 就是要我就去做就对了 好 那各位现在看到这个照片 这个是我现在很正常的 我跟大家都一样 那下一张画面 有稍微一点惊悚 不好意思 大家晓得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洗肾透析的患者 在五年前我在大陆 因为长期的应酬 把我肾脏给喝坏了 那我现在是每天必须要装着1500cc的药水在肚子里面 所以我肚子大不是因为我胖 是因为我药水 然后我必须要扛着这个药水 然后每天我要换药水 甚至我可能要跟机器接八个小时 这是神要我逼我一定要休息的 就是一定要做这件事 因为我必须要好的身体 可是各位晓得吗 我一直在思考我配吗 因为我把神给最好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圣灵的电 我把它给用坏了 可是神说 孩子你不用担心 他用这句话来安慰我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感谢主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跟神说 好如果你愿意用我 那我愿意被你使用 于是我开始要去回应神的呼召 我跟神说 神啊如果你要用我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经文 因为我需要有这个经文 作为我生命的仿角石 他给我这一段话 他说孩子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重点来了 我把权柄给你 而且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我要你使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我也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要我去做这件事 但是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就是很软弱 我又跟神说神啊你确定 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做这件事 神问彼得有三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神一样问我 他问我说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这三次我都跟神说 神我非你不爱 神说好 那你就去做这件事 我会给你力量 给你信心 你不要担心 各位 大家晓得就是我们肾脏病的人 我们其实活不久 我可能不会活得比你很久 但是我跟神说 神你恢复了我的生命 我愿意被你用 那我接下来 我这个生命旅程 我愿意为你来服侍 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观 我用以忠为识 我把最后回到天家 被神要来称赞这件事情 作为我的终点的目的 然后成为我每天 丰盛生命的来源 好 那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 信心的挑战 对吗 所以我就跟神说 神如果我要去传福音 我要怎么去做传福音这件事 神说你就去当一个播种者 去当一个saur 各位晓得 当我们在播种这件事情 看似简单 但是他其实也要经历 信心的挑战 神那时候就给我一个 圣经的话 他说 你们看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 撒种 然后 那撒种的乃是道 各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这福音传给人 这个种子撒出去 但是我什么时候要去收割 我有时候看到别人在台上 就是 他带人来受洗 我都觉得说 哇 好棒哦 为什么是他带别人受洗 而不是我带别人受洗 我们这时候就会有这些什么 就会有些murmur 就是哇靠很棒 感觉他们都是收割者 但我却是撒种者 但是神说 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就去做就对了 因为当你撒种出去的 什么时候要收割 这不是你说的 因为是他想的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没有错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 重要的是 古迹熟了 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这个时间点不是我们说的算 是神说的算 阿们吗 所以当要收割的时候 神会安排对的人去收割 我跟各位说个见证 当我决定要去服事的时候 我从医院出来 我跟神说手要服事 所以我去参加了Firemaker 我到恩友之家去服事 我去服事这些街友的时候 我觉得很平安 但是我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在同一个时间 神把Kindom Builder这个事工 放在我身上 他说孩子 我要你进到职场去 我说好 神谢谢你 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机会 所以我很积极 当场我们就把 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些弟兄 我们组成了第一次的Kindom Builder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KB 那次聚集完之后 我很开心 我认为我很蒙神喜悦 我在做神喜悦的事 但各位晓得吗 其实这个是在一个预备的过程 因为当我进到Firemaker 当我进到Kindom Builder 其实我是在学习成为一个领袖 学习成为一个好的管家 感谢神 神说当你勇敢的去播种 神就会把信心跟力量给你 并且他会在适当的时间 提供好的收割者 我要讲的是 Kindom Builder现在 神给了一个更棒的领袖来带领 就是Alan跟芽芽 我感谢神 他们现在把KB 带到更好的一个领域跟境界 但我跟神说 神 那你把我这个职份拿走 那请问我下一步要干什么 神说不用担心 我给了一个很棒的产业 就是睡眠的产业 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不要去想着我现在给你的这东西 而你是要去 我给你的东西之后 你要去做更大的事 所以我跟神祷告 我说好 那神 你既然要我在这个睡眠产业里面去做这件事 那我要怎么做 于是我先开始试着 把我们的天赋的小卡 然后去找我福音的插画家的朋友 帮我画一个福音的绘本 在我每一个枕头棉被床垫 送出去的时候 同时附上这个商品 送到客人那边 很多客人收到的时候 会说 哇 好棒 怎么会有收到这样子的东西 他们是有一个感动 会有一个觉得很奇妙的事 然后我们在新一成品的专柜 我们放上天赋的小卡 来的人 我们就给他戳一张卡片 然后为他祷告 然后我也跟我的员工来传福音 各位 在做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棒哦 我传福音的机会 但我们还是会有一点 小信就是 当我看到别人都在台上受洗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murmur 对不对 好 感谢神 在去年 我离职的员工打给我说 经理 我想要受洗 感谢赞美主 我当下那个信心的果实开了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我根本就不用去想 我什么时候播种的要收割 因为慈禧熟了 神自然会把人带到台前来受洗 所以在去年他就受洗了 很开心 感谢神 后来我跟神说 神啊 谢谢你 让我有这样的信心 可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够 在去年疫情 我们开始转线上 我跟神说 神如果我跟一般的直播主 一样去做线上的销售 那个太low 而且我是基督徒 应该要把睡眠的祝福带给人 于是我跟神祷告之后 神说 你在直播的最后 你凭信心去做祷告 我那时候你知道 他做这件事情 其实很尴尬 你晓得吗 就是当我在镜头前面 就像这样 然后各位现场朋友们 我为你们做祷告 但你跟我不同信仰 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什么教 我祝福是没有国界的 那你们现在都低头闭眼 你可以想象 那个镜头前没有人跟你回应 可是感谢主 我在宜兰直播 我在新一成品 在板桥直播 我在现场 有非常多的人 不是基督徒 当我当下祷告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 这在干什么 但现在 他们现在会跟我一起 低头闭眼 跟我一起说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把掌声 归给我们的神好不好 这件事情 带给我很大的信心 因为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我去当一个播种者 我更多不用烦恼 什么时候需要收割 因为我就轻松自在地 去传福音 我就在镜头前 讲我该讲的 我为别人祷告 我为别人的睡眠祷告 为失眠的人祷告 为这个世界 现在在战争的祷告 甚至我为你 买乐透 没有办法奏奖的祷告 可是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是什么 是他们需要我们 因为他们的睡眠 需要我们的祝福 这是神要我做的事 后来在去年有个机会 我们跟着我们 B&I商会的伙伴 我们在宜兰办了一个市集 大家在摆摊 他们在销售他们的商品 那我其实在干嘛 我其实来的人 我就是拿天赋小卡 去跟他们讲 你好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天赋小卡 这里面有神要给你的话语 跟祝福 背后有很棒的话 这是神要给你的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 还不错 那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可以 我们就为他祷告 你知道那个市集感觉起来 就是它是一个很商业的市集 但是它里面就充满了温馨 后来我们在去年的圣诞节 谢谢我的好兄弟 也是我的小家长 就是伊甸鱼办的John 我跟他说 兄弟 我想要在宜兰办一场圣诞事集 但我需要小家的资源 他一句话说 没问题 我听你 号召我们的小家人 就全部到了宜兰去 各位晓得吗 在这场市集里面 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Miracle 于是我们就定调 它叫945 没有 丢习乎 奇迹 了解我意思 我感谢神 在那个圣诞事集里面 有非常多的恩典跟奇迹 大家晓得吗 我们的小家 我们平常就是来这边主日聚会 然后小家晚就结束了 我们那一天 我们在当晚 我们有很好的聚餐 有很好的互动 然后我们在宜兰住了一晚 最重要的是 我跟我的兄弟 我们在宜兰的某间7000 我们有非常棒的 兄弟的精心时刻 杂波浪的宅外义书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互动 我们彼此有很好的分享 更棒的是什么 我们把小家人 原本有的恩赐 埋没在当中的 我们把它给显现出来 因为神使用他们 在那一个市集里面 让晨晨开始去说故事 给小朋友听 让阿慈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手作家 大家可能都不晓得 他有一个以马内利的粉砖 Emmanuel 他是做手工饰品的 大家可以到那粉砖去看 东西都超精致 手工 纯手工 重点是很便宜 然后我跟你讲 那一天市集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 我们总共发出了小卡一百张 福音处集三百人 小朋友听故事五道十人 大家看这数字 感觉起来好像 我想讲我们的市集办得很成功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们说 其实那个市集的人数来得不多 我很闷 我很气馁 而且我觉得很难过的是 神啊 为什么你要我办这市集 我想把祝福给人 可是你没有把人带过来 你知道我兄弟 John跟我讲什么 他跟我说 兄弟你根本就不用想这件事 因为神根本就不是拿你的人数来当KPI 神是以你的心来当做 祂认定你有没有认证为祂服事的依据 感谢神这句话很安慰我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很小心 我觉得就是没有人数 因为我们来的摊商 他们没有拿到实质的 懂吗 实质的 他们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神就是这么奇妙 我在思考我到底要不去往下办的时候 我的伙伴怡琳跟我说 诶 Chris 另外一个分会 有人想要找你聊聊福音市集 我说要聊市集 OK啊 可是你晓得我们要聊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思考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说没有 他也是主内的 我说哦 熟 那我们就去了 左边这一张是我们到他的在大道城的店 那一天我们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分享市集之后 我们四个人同心合一祷告 把我们福音市集奉献给神 而且由主来掌权 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 而且我跟神说 我就要把福音市集办在大道城 感谢主 大家知道大道城都在拜什么吗 那里是城隍爷的地盘 懂吗 他们是城隍爷的地盘 但我们跟神说神 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从这边带进来 神给了这样的应许 我们在那个当下 我们祷告完 各位晓得 奇迹发生了 我们的伙伴宜林 她其实她是天主教徒 但是她现在已经开始稳定在主日聚会 她跟我说 她在办这个活动期间 找摊商 找场地 顺利到不行 如有神助 大家晓得办一个市集这么大 我们总共35摊 我们再搭造成这样的地点 我们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不到 我们就把所有事情完成 感谢赞美主 今天我这个伙伴 她也来到我们当中 宜林 我们掌声欢迎她 这是神愿意使用我们 这是神愿意使用我们 这个器皿 让我们成为祝福的出口 我们这场活动 我们总共来了 5000到6000人 福音触及数700到1000人 小朋友听故事50人 共同敬拜80人 祷告服事30人 各位我想跟大家讲 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 有四个洒种的比喻 落在豪土里的 有100倍 60倍 30倍的祝福 感谢主 这个祝福在这里彰显了 我要跟大家讲的 不是我要去跟你们讲 我报告了我KPI有多好 而是我跟神说 在我小心软弱的时候 我不想办这个福音市集 神跟我说 你就大胆地去做 我自然会把祝福带给你 把力量带给你 这是神 祂应证 然后我们 很妙的是 我们在那个市集 我们有很多 来参加的摊商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知道吗 居然他的营业额 比他自己在店里面的 营业额还高 他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他深深地感受到 在这一场市集里面 有非常多的神机歧视 这是左边是我们在 我们市集 我们那两天的一个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 那是晨晨在跟现场的小朋友 在讲故事 我刚刚前面讲 我们在宜兰只有五到十人 那一天的小朋友 是坐到全满 然后连爸爸妈妈也都在旁边 你知道吗 好 然后我们晚上一起敬拜祷告 然后重点是什么 我的岳母 她是虔诚的佛教徒 每天要到佛堂拜拜的 那一天她来到市集 她接受了John为她的祷告 更棒的是 她在前两周 她跟我老婆说 她有空想要来教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这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而且我不晓得我岳母会来 你知道吗 我们办市集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就想的不是这件事 但神却把奇妙的事情放在当中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伙伴 跟我们分享 这是在群组里面他们写的 有感谢的 有感谢神 有感谢我们的 不管 但他在这里面都经历到了奇迹 5月7号 5月8号 我们再一次在大道神 办了康乃福音市集 这是为着什么的人来办 我们的感动是 我们要为有病痛的女性 或是在家中照顾病痛的家人的女性 很辛苦在照顾的这些女性们 我们要为她来服侍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欢迎把他们带来 如果你身边的女性是很开心 很喜乐 很健康 那更要带来 因为她来这里领受祝福 这个世纪 神给我们的感动 95 Miracle 来这里就是有神迹 因为神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Amen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当你在撒种的时候 不要去思考 到底会是谁收割 因为神说 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 会一同快乐 我再讲一次 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 会一同快乐 所以你们用心的去撒种 用心的去做神要你做的事 因为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神也说 那人撒种 这人收割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去想 会不会是同一人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你们要先寻求 神的国神的义 你们需要的一切 祂必加添给你们 所以我们一起勇敢 走到水深之处 让我们一起得人如得鱼 告诉你左边的人说 我们的神真美好 告诉你右边的人说 5月7号8号 一起来领受祝福 谢谢大家 感谢主 觉得克里斯他好兴奋 他的那个兴奋是 我觉得是真的体会过神 在他身上做的事情 才有办法 长出来的一种兴奋感 我也要领受这样的祝福 大家好 我是孟荣 那接下来想要用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Witcher 到底在台中发生什么事情 那画面上 第一张应该会看到 我跟我先生的合照 今天上面是戴眼镜嘛 我戴口罩 大家合起来应该就知道 我的脸长怎样 那我们两个其实原本在台北 都有很稳定的工作 我是辅导老师 然后一平是社工 那亲友其实生活圈 也都建立得非常稳定 那当时为什么会从台北到台中 是因为结婚之前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吗 就是我从小到大都希望 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 可是在台北要生活跟买房子 基本上是对我们来说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还是说我就来申请一下学校借聘 看能不能借聘到别的县市 刚好台中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老师 他好像也提出这样的意愿 那我就跟一平讲说 还是我申请看看 反正那个借聘 学校老师的借聘 通常都要三五年 甚至十年是很正常的 我也没有多想 我们就想说好吧 那就申请看看 反正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就成 OK就是过了几个月后 试就成了 第一年就是我申请借聘 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在三个月内开始思考 完蛋我们到台中要住哪里 然后还有接下来生活的一切 其实就是从零开始 因为我们在台中 其实是没有任何亲友的 那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最 让我觉得烦恼的东西就是 那我到台中我要去哪里聚会 我还在想说我要请牧师 请传道帮我推荐 有没有适合的教会可以去 结果这个阿伯就在某一天经过我的旁边 然后他就说 听说你要去台中哦 我们在台中有一个点 你有没有兴趣 他说如果可以在IM继续为生 然后还可以继续在这样的教会 我当然是很愿意啊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好 他说好你愿意帮忙 OK 他就这样说定了 然后中间过了一个月 其实也都无消无息 然后后来有一天师母 我觉得师母真的是非常地有智慧 他就经过我旁边 他就跟我讲说 搜牧师到底有没有跟你们两个讲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就说 我以为他有他的计划 反正我就跟着他走就对了 就没想到没有 他在跟我们谈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我对Vitch没有任何的预设立场 我也没有任何的计划 你们就去 然后看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心情上车了 那这张是他带我们去台中Vitch场地场刊 的那个骑机车的样子 那也很感谢主 就是在台中有一个场地是 二毛跟他的团队 还有他们的公司奉献给我们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 可以无偿地在那边敬拜主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 那带着这样的心情 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其实把自己定义成 开门跟管器材的人 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建立教会 我觉得我就是把门打开 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时候教会也很用心地 就是不停地在宣传台中有一个据点 就好像当时中立Vitch打开之后 其实也是透过各种宣传 有人来到当中 好 带着这样的心情 我们做了蛮多的事情 这些人怎么来也很奇怪 我也没有特别去 就是我有发名片 然后也有发单张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因为福音的那个单张 或者是名片来到我们当中 全部的人都是莫名其妙 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聚会 然后接着知道有一个据点 所以就来了 所以我们有传福音 有报家音 然后中间又遇到了疫情 我们也在彼此的家聚集 然后也有在台中办了一个小型的iMiracle 还有去茉莉园探访我们家人的家人 然后也一起运动 做红包传福音 做部位声眠 然后也很希望可以 透过羽球去认识新朋友 马可楼 然后有我们的易如受洗了 然后接着也有iM10周年的连线 接着在11月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那阵子就有一个想法 觉得好像必须要跟每一个人谈一谈 所以我私底下谈 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觉得 现在状态还不错 可是当中就有几个姐妹 她们就有跟我反映说 其实她们对于Wishwish的期待 不止于如此 我们不是礼拜天来聚会而已 她们希望可以兴起下一代 兴起青少年 然后可以在这个教会做更多的事情 她们很渴望跟随做点什么 可是好像都没有动静 好这个状态 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先从分小家开始 让每个人有一个归属 有相同特质或情况的人 能够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 去传福音 好那时候分小家了之后 我们也去报佳音 然后有一个大句 然后小白现在在台中受训 在宣教的事工上面 她也很认真的投入 她也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成岛的部分 我们一直以来 教会内部都是礼拜二到礼拜五 我们的牧者很用心地 这样子持续了 应该有两年到三年 然后我们礼拜一直有一个控制 然后我们就在想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内部先 试着自己带看 总不能一直依靠别人吧 那牧师其实也一直教导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能力 可以去做点什么的 所以报纸这样子的心情 现在目前在试营运 我们内部只有小家长 现在还在尝试当中 好然后探访 故事还会继续下去 可是光看照片 我觉得我们表面上做了很多的事 可是这两年半 我跟一平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状态是这个脸 这只是我们养的狗 然后这只狗它有后到 所以每天看起来都很困惑 那它的困惑其实也反映了我的状态 就是尤其特别在疫情期间 不能够与人连结的那段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行动走出去的时候 我会去思考 那我们到底聚集是为了什么 难道福音就停留在这边了吗 不能做些什么了吗 好像我很着急 越是想着急做些什么 好像就越没有动静 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对我来说 是蛮辛苦的 尤其我们自己 其实台中的家人 这两年陆续生病 家庭遭逢一些变故 其实大家也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努力着 说实在我们不是聚集在一起取暖 我们每一个人好像 都是为了一些原因来到这里 然后我大多时候真的是困惑 我觉得到底神你把我放在这边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你要我做什么 我其实大多时候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也问了我们的牧者团队 他们跟我回应说 困惑是基本的 当你在困惑的时候 代表你有在前进 听起来好像很有哲理 可是好像又是句废话 反正就是在困惑中前进 好 那另外一个心情是失控 这张是我在前一天好不容易清完地板 然后下班回家看到我们家的地板 全部都是我们金宝咬出来的垃圾 那这个情况也是反映了这两年 我觉得神在调整我的部分是 当我在这边遇到这一群跟我这么不一样的人 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去传福音 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的背景跟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 大家提出来的桥店都不同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做很多人在带小家 你在不同的事工当领袖 你一定会去感受到一种感觉是 有的时候事情不会如你预期的发展 它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冲击 尤其当几个姐妹 她们其实是很激动的在跟我分享 她们不想要安于现状 希望可以有一些突破跟改变 我觉得那对我来讲 我那个当下会觉得我受到质疑了 是不是我过去这两年的努力 还不够还是怎么样 会有很多自我内心的控告 可是我觉得杨幼润弟兄 他那本书影响我蛮深的 就是失控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我到了死掉 然后到了耶稣的面前 我可以因为这些失控 跟耶稣讲更多的故事 也许那是值得的 所以这个画面上 不是所有未确实现在所有的家人 但是他们陆陆续续从左上角 延伸到右下角 是我们还在走的路径 那左上角是我跟艺品 还有信君的合照 当时我会信主是在十年前 信君传福音给我 他可能也没有料想到 这个人十年后会在台中 继续写他的故事 那我们来到这当中之后 我觉得在人身上学到很多 第一个学到的是 我的理所当然是他的好不容易 就是我的受训背景 我的专业教会我怎么样去靠近人 去倾听 可是对有些人来讲 要去靠近人跟在人群里面是困难的 那在面对这样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困惑 想说这有这么难吗 一起吃饭有这么难吗 空出时间有这么难吗 只要你愿意就好了吧 但实际上事情可能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反过来讲 你的理所当然也是我的好不容易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两三周前我在 要跟我们教会的小家长一起来 那个门徒大剧 然后Lisa 丽萱就是第二张照片的丽萱 我们两个塞在门口 那天好像有一个 好像施工吧 我们就看着IM就在我们的眼前 可是我们塞了20分钟 快半小时都还是到不了 没有办法去停车 然后那时候我就 在车上我就说 猪啊 就是你让我们塞在这里 一定有你的道理 拜托就是 让我们赶快可以停到车 然后黄力宣就在我旁边 很大声的尖叫 他就说猪啊这没道理啊 这那么紧 你赶快处理一下好不好 是你叫我们来的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 就是有事吗 但是他其实 在过去这两年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就是他的个性是 他可以很任性 很自己 然后很开心 很活在当下的 这个是我们很多 教会的弟兄姐妹 蛮羡慕的一个特质 因为我们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 假装自己OK 我自己其实 那个停车 要塞在那边的时候 当下其实有很多murmur 可是我用了一个 好像很美的包装 跟神讲说 主啊你让我停留在这里 一定有你的道理 可是我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有他们的特质 那在他们的身上 我学到了 就是因为我有短处 你有长处 我们合在一起 我们才会有意义 我们才有办法一起合作 那要不然我们每个人都 在某一些地方很厉害 那何必要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这群人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当时虽然松牧师说 有一个点 你要不要帮忙 看起来好像是我要去帮忙 但其实不是 我觉得神是在透过这个点 救了我跟一平 因为如果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没有从零开始的教会生活 我想我恐怕可能也会在 我自己很忙碌的生活当中 就离开神也说不定 可是就是因为 神使用了我们两个的责任感 虽然一开始我们只是把 自己定义成一个开门的人 可是渐渐 坦白说我也放感情了啦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 只是保持距离的时候 OK我们主日结束之后就这样 我现在会很渴望可以花时间 跟我的家人们相处在一起 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我们爱因神仙爱我们 这个也是我在十年前 在一场赞美之泉的敬拜 然后要举手绝志的那一场 唱的歌 体会到了一个感受是 我不是用我自己的蛮力 去爱周遭的人 我必须先被神的爱充满了 我才会对我周遭的人感到好奇 所以鼓励现在可能在带小家 或者是当领袖 甚至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 你觉得你总是得要靠自己的蛮力 去做什么的时候 也许停下来 静下来 先去寻求神 你先被圣灵充满了 你自然就会有力量再继续前进 这个也是我现在每天都还在学习的部分 那这张照片是我在台东看日出 然后那天早上风平浪静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海面跟云几乎没有任何的动静 那我就坐在那边等了二十分钟 然后我也顺便架起了我的手机 想要录那个日出的过程 然后看起来是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的动静 可是实际上 经过了二十分钟的缩时 那个云是这样动的 那个海浪是一波一波又一波的 然后那个船是出去 回来 出去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 我们在经历的人生 你可能觉得自己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 还看不到果效 就有点像克里斯刚刚分享的 我可能撒下去的种 我还没有办法看到它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 可是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 神会帮助我们把所有的拼图都拼起来 祂会告诉你 孩子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所做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有意义的 就好像星君传福音给我 我才有办法继续把这个礼物传承下去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在上面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要特别对一个族群说话 就是全职妈妈 我觉得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成长 然后你可能原本有自己的工作 但你必须要养育孩子 你有这样的心智 放下所有陪伴孩子 一年 两年 三年 那个绝对是有价值的 哪怕是众人可能看不到那个很光鲜亮丽的样子 更多时候你崩溃的时候 可能是布满了你的365天 但是要祝福每一个在全职照顾孩子的妈妈 你们是伟大的 而且你们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那我也要趁这个机会 谢谢在台中WeChurch的家人们 我们今天两个开门的来到这里 那那里谁开呢 太好了 有其他可以开门的人了 因为他们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他们愿意试着做做看 他们愿意去回应神 哪怕他们觉得自己不配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学习 所以很感谢主 今天早上我看到他们回传的照片 在那边聚会的人还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 那也把这个一小部分分享给大家 也许我的故事不会是你们能够复制的 你们的故事也不会是我能够复制的 可是我相信就像刚刚的这个说时 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 谢谢大家 然后接着要把麦克风交给我们最棒最帅的Auto哥 我从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最帅的 谢谢谢谢 我把口罩拿掉好了 对 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我 我的一般人都叫我Auto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Auto 有人认为Auto是Auto的 请举手一下 真的有人认为是Auto 大家程度要拉高一点好不好 没有人会用Auto做英文名字的 好不好 那是一个德国非常普遍的名字叫Otto 那我的中文名字叫王称 应该看过电影的都知道里面有个称歌 看到吗 就是无仙道里面也有 功夫里面也有都有称歌 但是因为那个称歌都是坏人 所以我不太喜欢人家叫我称歌 大家都可以叫我Auto哥 那虽然可能我比你们很多人的父亲的年纪都大 但是我还是强烈的要求各位叫我Auto哥 如果你叫我Auto叔的话 我是不会理你的 好吗 OK 那我想今天我要分享呢 刚刚大家都在讲传福音 但我讲的是我们自己家里 跟自己大儿子传福音的故事 我想接下来就是讲讲一个58岁的父亲 跟一个27岁的儿子的改变的故事 我的大儿子 那个照片可以放出来一下吗 我没有准备太多PPT 因为 我的大儿子就是跪在那边受洗的 去年的7月31号在AM 我特别请松牧师来为他施洗 那这就是我的大儿子 他的英文名字叫Alan A-L-A-N 他在小时候非常地乖 非常地乖巧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从来不用担心他 他累了就会躺在车上睡觉 或是坐在我们推车的时候 他就在车上睡觉 不吵不闹 然后反正我们怎么出去玩 甚至我还记得跟太太去满月圆 那时候满月圆还非常荒芜 就是比较难走 他就可以一个人继续走走走 他几乎到了山顶的时候 才说走不动了 爸爸可不可以抱一下 全程自己走路 就是乖巧到这个程度 那1998年那一年 我们因为公司的关系 把我派到香港的亚太区总部 那我们全家就算是移民到香港去了 对他来说 他经历了很多的适应跟挫折 因为他的英文不好 在香港我也不可能 就给他去读一个广东话的学校 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讲国语的学校 这个大概是全香港唯一的一个学校 是讲国语的 但是那个学校的 因为是从大陆来的那种 对孩子的这种功课的要求 那个家庭作业之多 多到他简直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工作很忙 我太太将来也不熟 然后就告诉他说 我们住在半山那时候 那就告诉他说 你要坐巴士下山 下山的时候就会有校车 因为那个校车 那个学校的校车不来山顶 不来半山接孩子 就他要自己坐巴士到山下去 然后去搭那个校车去学校 有一天呢 他因为身上带的钱 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 是喝饮料给花掉了 就口袋呢 就剩了一块钱 那事实上搭巴士要两块钱 就叫车到了中环的时候 他要转巴士上车 那时候应该我们刚去 可能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时间吧 他就看看钱不够啊 就在那边赚啊赚啊 在那个巴士站就赚啊赚啊 好不容易啊 鼓起了勇气 还不会讲广东话 讲国语 还担心人家听不懂嘛 找到了一个老伯伯 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 因为我要坐巴士 我钱不够差一块 就跟那老伯伯 不予理会 就后来他就在那边转转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家里急坏了 后来 真的是我第一次报警了 报失踪人口 你知道吗 在香港到香港去 三个月的时间 我去报警 报失踪人口 然后就来了一堆警察 香港警察很有效率 来了一堆警察 后来呢警察到我们家的时候 就说 你的儿子找到了 我说在哪里 他说在你们家楼下 我说啊 怎么会这么晚 现在到我们家楼下 两个小时后才回到家 结果后来我们就问他说 你怎么回事呢 他就解释这个过程 那我说那你怎么回到 我们的家里面来的呢 我在猜难不成是走上来的吗 那个路程很长啊 就不可能走上来的 他说我后来就不管了 我上车以后 就把一块钱丢下去 看看他怎么办 结果那个八十世纪 大概也没注意 就反正听到有一个 铜板的声音进去 就让他过了 我还在那段时间 受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跟适应上的困扰 最后我们觉得没办法 就把他转到了一个 国际学校讲英文的 他在台湾 他是十一岁去到香港去的 他在台湾 没有受过任何的英文的补习 我觉得英文不需要去补习 只要生活上适应就可以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大概 唯一的英文就是一到十 One to ten 然后就开始 我就给他去上了英文学校 我相信那段时间也很辛苦 我要描述的这个过程是 一个爸爸跟妈妈 我们在忙着适应一个 香港的生活的同时 我还要适应工作 我们忽略了一个孩子 在适应上的困扰 跟他的挫折 所以我们很忽略他 那段时间对一个做爸爸妈妈来讲 就是要求 你的功课怎么这个样子 那怎么老是跟不上课程 然后怎么不出去运动一下呢 怎么天天就窝在房间里面 那时候我们有用人 所以他也不需要做家事 吃完饭就房间们一关 就天天就窝在那个电脑里面 在玩game 不是玩game 就是看一些video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进入了一个 非常叛逆的一个叛逆期 是连我跟我太太都觉得 非常错愕的 因为他从小是这么乖巧 怎么会在这段时间 会有这么严重的叛逆期 叛逆到一个程度是 常常听到我们在骂他 折骂他的时候 他回到房间把忙的一关 我就听到他用拳头 在捶墙的声音 我们看到他门重重地关起来 做爸爸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把门踢开 就跟他说 你不爽吗 你难道觉得你是对的吗 所以更多的折骂 这样的事情 他在我们去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Vega是去香港一年后信主的 那我们就说OK 既然在香港 就稳定地去教会生活 所以他一直一路地 都跟我们去教会 他大概在十五岁的那一年 有一次机会可以 就有一个受洗班 他也参加了受洗班 准备要受洗 结果没想到呢 当年的一个传道就私底下 就因为要跟他interview 单独的interview 就是私底下 后来过来跟我们讲说 我觉得你们Allen好像还没有Radio 可能这次没有办法让他受洗 那我们就想说OK 今年不行就明年嘛 没想到这一等 我们等了二十年 真正等了二十年 从此以后 他就不太愿意去教会 也跟他谈信仰的事情 他也不太愿意跟我们多说 我们后来 我有三个儿子 现在各是三十四岁 二十七岁跟二十岁 各位注意到每个差七岁 没有计划的 没有计划的 他的两个弟弟都信主了 而且二弟呢 还非常的虔诚 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做领导的 当然老妖就是跟着我们很乖巧 就信主就信主了 他八岁的时候突然跟我们说 我要信主 我要受洗 我们就觉得 你会不会太小一点 你弄清楚了没有 他不行 他坚持 他坚持一定要受洗 他也就受洗了 所以我们家为了他的受洗这件事情 再加上他的叛逆 他要去读大学的时候 非坚持要去美国读大学 当年刚刚好他要坚持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认为 应该是跟女朋友 因为女朋友要去Boston 所以她也说我要去Boston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被公司Lay off 所以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可能没有办法供应你去美国读书 就跟她商量一下她去加拿大读书 她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不爽 我陪她到加拿大去的时候 她一定要自己坚持住一个房子 我说我没有这个钱 你去住一个房子 我就安排了一个牧师的房子 就等于Homestay吧 这个叫 就是在她的牧师的家的地下室 给她弄一个房子 那我觉得这个人又是个牧师 我就安心了很多 那她就很不爽 超级不爽 她就觉得说不行 我一定想要自己找一个单人自己住的房子 那我也陪她去看 她说我给她一个budget 她就按照这个budget去到处找 我们找到那个区以后 大概不是喝醉酒的 就是刚打过毒药的那种吸毒的人 你知道吗 每个人跟你一进电梯一进讲话的时候 就是一副刚吃过药的样子 我就跟她说你确定你要住这种地方 她就也没办法 最后再给我一个 离家出走 在多伦多 我都不知道那边我认识谁 我唯一认识的就是这个牧师 而且是第一次见面人家帮我介绍的 然后她就离家出走 我想想要命的她认识几个人 她离家出走去哪里了 晚上不回来到什么程度 我第二次报警 奇怪都不是在台湾报警 一次在香港一次在多人多 第二次报警 也是一样警察来了 四处寻找 终于把他给找到了 她跑到她一个高中同学 因为高中同学在香港很多的学生 到加拿大去读大学 去那边睡了一晚 她宿舍睡了一晚 第二天就回来了 我这个不用多说 只是描述当时我们的关系有多么的差 那你说我看到她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她后来在国外的那段时间 我跟我太太常常一个礼拜 要跟她讲一次电话 然后我跟我太太就手牵着手 非常诚心地在上帝面前祷告 说这一次千万不能骂人 我不骗你 我们每次祷告 祷告是这样迫切地祷告 说千万不能骂人 然后好了 视讯就打开了 一打开 三分钟就破功 而且是男女双打 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骂 就是你怎么这样子啊 不争气啊 你不知道爸爸现在情况很差吗 我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 这么这么 经济条件那么好了 你就不能动点事吗 那一段时间 就算她不在 我跟我太太一直不停地祷告 都是神啊求你改变她 求你揉览她的心 她的心怎么这么硬 她到底为什么常常被 这些世界上的 很负面的 撒旦的这种 这种 关系来影响她 能不能让你的圣灵去充满她 去进入到她的心里面 让她能柔软她的心 然后知道真正的 这个美好跟祝福 是从上帝来的 不是从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来的 我们就是不停地这样祷告 没有效果 我们想尽办法 她在温哥华 我们想尽办法找人到 帮她找教会 帮她找朋友 带她去学校 我们问骗了所有的人 只要任何人在温哥华 有一点点人脉关系 我们就想尽办法 所以意思就是说 希望她的身边围满了这些人 我们就有机会了 她就可以信主了 但没有效果 她还是不去教会 她连去都不去 就不要说读圣经了 就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 那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是一个比较有形象的人 这边上过恩爱夫妇影的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图片 那天祷告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片 就是我跟她两个人走在路上 她就在那边玩手机 结果我去跟她讲说 不要再玩了 路中间有一个洞 你不要再玩了 你再玩的话 不小心你会掉到洞里面去 结果她就没理我 这很正常 很正常 她继续地玩手机 就掉到洞里面去 掉到洞里面去的时候 那你觉得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跟你讲 叫你不要看手机吗 告诉你前面有个洞 你又掉下去了 不是吗 然后她呢 就说 爸爸你要不要拉我起来 我说自己掉下去 自己爬起来啊 然后她就很努力地试着爬起来 但是没想到那个洞很深 而且没有什么可以着力的地方 她试了非常多次 就跟她说 爸爸我真的是 我爬不起来 你可不可以拉我一把 对不起 每一次提到这个故事 还是很多的智责 她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自己惹的祸 自己爬起来 而且我刚刚跟你说过 前面有个洞 她又试了几次 已经试了满身失血 因为一直爬不出来 就身上很多的磨伤 擦伤 她再一次地跟我讲 爸爸我试了 我真的爬不出来 你可不可以拉我一把 我还是跟她讲说 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负责 祷告到这里 我就醒过来了 我不叫醒了 我也没睡着了 但是祷告到这里 我就眼睛张开了 我发现我 我满脸的泪水 我突然感受到她这十年来 去到香港 很多科业上的适应 生活上的适应 她在这个过程中 她试图要爬出来 但是我就像那个图片里面的爸爸 就是我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负责 我从头到尾只有智责 没有试图伸出手去拉她一把 而她可能已经 数次地在跟我呼救 希望我能拉她一把 完全被我忽略了 而换来的是更多的智责 在这个智责之后 我祷告完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说 我刚刚看到这个图片 想跟你分享 那Vega 听完我讲完以后 她说 哇 她说 我相信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图像 看来是我们该检讨 我们该悔改的时候 在那段时间 我先有了这个一个图片 之后 我就调到上海去以后 有些人就知道 我就参加了恩爱夫妇营 参加恩爱夫妇营以后 我们夫妻的关系改善很多之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来改善我跟我大儿子Ellen的关系 用恩爱夫妇营的方法 那我也想到 她可能最需要的就是爱 我觉得我以前讲的太多的 理论 道理 应该 责任 利物 但是我觉得我太多缺少 让她感受到 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 所以那时候我在上海 出差出得很厉害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做呢 我只想做一件事 我再也不想说 她是不是一定要信主了 我再也不想说 她是不是一定要回到教会里面来 或是她能够悔改 我只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的儿子 能够感受到父亲的爱 我出差很多 我就在出差每次 反正在 你知道在中国等飞机的时候 不误点是奇迹 很多时候的误点 我就在误点的过程里面 就开始用手机来写一些讯息 写给她 有时候甚至是一次累积 累积很长 大概都是一个A4的纸 这样累积起来 她不是一次写完的 她是每一次等候飞机的时间 我就写一点写一点 我就开始跟她分享 我现在在飞机上 在机场误点 那我是告诉你 这次我出差 蛮多的挫折 我开始跟她分享我的挫折 蛮多的挫折 上次碰到什么样的人很不讲理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然后呢 就会在背后补一句 就是说 我在机场 我在想你 然后 很多时候就在不同的地点 我在等飞机的时候 就跟她说 我又在哪里 哪个机场在误点了 很烦 我也在想你 我又想到你了 我就这样子 发了半年 短讯跟email 有时候用短讯 有时候用email 真的发了半年 各位 她一句都没回我 真的是一句都没回我 然后我们有时候过年过节 会回到台湾来 那我们就开始 我跟我太太就开始 试图去拥抱她 第一次去抱她的时候 她的姿势是这样的 然后 就在想说 我做错了什么 非常僵硬 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她一定觉得 爸爸妈妈很奇怪 在干嘛 那慢慢的我就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 你有沒有收到我的信啊 她说有啊 我有收到你的信啊 我说那你看了没啊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发达啦 说以毒 对不对 现在还可以看到到 以毒不回 我连以毒都看不到 对不对 那 后来她说 我看啦 那我就说 我说那你怎么不回我呢 她说 哦 你要我回喔 那我说 你起码回一下 我知道你看了嘛 对不对 那我说你看的感觉怎么样 很好啊 还不错啊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 OK啊 还好啊 问什么都是这种答案 只有两个字的答案 那后来我们就回来 以前是我逼你的 一定要你读大学 但是现在我的态度是 你读不读随便 你想读再读 那她就去了加拿大 这个时候再去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 想尽办法 又是去温哥华 想尽办法找一堆人在她的身边 就希望她能信主 希望有很多的天使围绕着她 然后呢她就可以信主 那有一段时间 我知道她 她工作 读书上面都有一些挫折 那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 她也开始回我信了 就是发短讯已经开始有回我一些信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我们可不可以一个礼拜一次的quality time 就是精心时刻 因为我跟我太太有了精心时刻以后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不跟我的儿子有一个精心时刻呢 所以我就跟她开始说 我们来一个精心时刻好不好 每周一次一次一个小时这样 我说不会花你太多时间喔 只有一个小时 而且一个小时到我一定切断 就是怕她会拒绝 那她说好啊 那我们就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 我也不知道从何开始 那我想就是这么做了 一路就看神怎么带领我 我只想表达一件事情就是 她知道她的爸爸妈妈爱她 而且我希望她能领受到爸爸妈妈对她的爱 不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 那在这一路下来 大概我们这样维持了五六年的时间了 五六年的时间 我们从谈她生活上的事情 进入到我来谈情绪的事情 因为一个孩子跟爸爸妈妈 谈情绪不容易的 我们以前的谈话都停留在生活上 柴米油盐酱煮茶 书读了多少 成绩多少 我们开始进入到了情绪的部分 情绪的部分就是喜怒哀乐这些东西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跟她谈灵的部分 不容易 因为她很久没去教会了 那我们就跟她讲说 我们听到一些讲道来跟你分享 我们就开始谈灵的部分 然后她听一听她开始觉得 蛮好的 她就开始也去听 线上听讲道 我们就建议她有机会可以到现场去 她也就去现场 所以就这样开始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吧 两年多 两三年的时间 我退休以后 为什么我一直不愿意去做全职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跟我三个孩子 都有一个单独的精心时刻 因为我要配合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时间都是希望他们的晚上 就是我们的早上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三个孩子都在讲道 我不可能去找一个全职的工作 因为如果我找全职的工作 这个事情就被毁了 那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一直继续这样做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一路地陪她 一路地陪她 各位 你们相信吗 一个33岁 去年是33岁的人 我们一个钟头不够讲 要讲到两个钟头 我们有时候会讲到 甚至讲到三个钟头 我说不行了 我要吃午饭了 我们现在大概每一次 每一个礼拜的沟通 大概都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甚至超过 很多时候是超过两个小时 一个34岁的大男生 跟爸爸妈妈在线上 谈他的身心灵 他的挫折 甚至他谈到他有一段时间的那种 sham 羞耻 他34岁了 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的 那种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 觉得在别人面前好像抬不起头来 他愿意跟我们分享 他也愿意跟我们分享 他年轻的时候 他交了很多的女朋友 但是那个当中有很多的错误 他如何在这个错误中 他在交了新的女朋友的时候 他如何来调整他自己 我们谈了很多 我们谈了很多信仰的事情 就在去年初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我觉得你已经蛮ready的了 你要不要决志啊 我记得是去年的三月 他就说好啊 那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顺 那我说那这样子好不好 爸爸妈妈在线上带你决志 当场我们就带他去的信主 我一直希望 有众多的天使在他的身边 带他信主 带他回教会 结果上帝把这个恩典 留给了我们做父母的 这个恩典奇大啊 他去年说要回台湾 那我就说那你既然回台湾 要不要在台湾受洗 他也就一口答应 我回想这一段时间 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上帝给我的梦永远是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回想这二十年所发生的事情 从他的叛逆到现在 我们非常的感情 非常非常的好 他每一周就在等待 跟我们的金星时刻 两个小时的金星时刻 他非常期待 这两个小时的金星时刻 我以前觉得上帝在等候他 做转变 再回到上帝的身边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上帝 是在等候我们做父母的改变 因为我们挡在了他跟上帝的中间 原来是二十年来 上帝是在等我们做父母的改变 所以最后我想分享一段 因为昨天才感受到这段经文 所以没有办法打出来 各位可以有手机的可以查一下 就是整本圣经 旧约中的最后两节 马拉基书 整本旧约圣经最后的两节 他上面写说 第四章 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 这个时候年纪就看出来了 看哪 耶和华大儿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拆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我再念一遍最后一节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我发现当我们当时没有把我们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 我们的家是时候在被咒诅的 家中有很多的伤痛 互相的伤害 但当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 我们儿女的心也转向父母的时候 这个咒诅被挪去 我们进入到 好像那个伊甸园中的美好一样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欧头哥的分享 我自己在刚刚听的真的非常的感动 不管是从克里斯 然后孟容还有欧头哥 其实他们的生命当中都在展现一件事情 并不是他们是多厉害的人 所以成就了这件事 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 就是那一小步 就是他们从他们的生命开始 他们不是一个 有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站在讲台上的人 就是我们很怎样 很如何 所以我们可以讲出这样的一遍道 其实我们跟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就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 特别像我 其实我很少 特别来IM之后 可能之前还有人听过我讲到 但是我后来很少讲到这件事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对于我来说 讲到这件事是我的一种恐惧 其实蛮大的恐惧 我刚才后面 然后一直抓墙壁 我在想 可能我也在一边的眼光 我还是活在一个老我的生命里面 但是我学习一件事情是 如果今天这件事需要 如果这个时刻神感动我要做 那我要相信一件事 我只需要跨出一个小步 就是我愿意 梦荣其实一开始真的有点被松牧师框住 他就说太好了 他可能真的以为我们要去台中办一个点 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是他要做 直到我们有智慧的师母 想一想还是问一下梦荣好了 到底是不知道 你的我愿意这三个字 会带来后面多大的一件事 但是就从一个开始 可能设定自己就是一个开门关门的人 一个设置器材的人 到现在We Church更多的人在台中 他们有了教会 他们的生命改变 他们被影响 克里斯的事业真的带来了许多的祝福 的确他刚刚不是要报告他的KPI 可是我们也的确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动作 但一个不经意 可能这个人就只是去逛个市集 但也因为有这个市集的产生 那一天他的生命也带来一个转变 所以我简单的用三点来分享 鼓励大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像克里斯像梦荣像欧头哥一样 从我们开始我们的家也会得到祝福 从我们开始我们周围人也能得到改变 从我们开始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才能成就 因为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绝对不是只是我过得好就好 绝对不是只是我改变了以前我有忧郁症 现在没有了哇信主真好停在这里而已 我们不是只是紧紧得救 神呼召你神拣选你 都要使你成为那个带来祝福和改变的人 不用改变全世界 从改变自己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开始 所以简单的三点分享 既然我们要讲到我们要是勇敢踏出福音脚步的人 那么第一个就是勇敢的相信 约翰一书五章世节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从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 这个信心就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发展出来 你不再被这世界所影响 你不再只是跟着这世界上的人随波逐流而已 里面有一个属神的信心 所以我们仍然都还在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 也许现在坐在底下的人 你也正在面对你的工作转换的问题 你可能也还在大业中 或者有些人家庭你的家人有病痛 或者你们情感不OK 你们才在争吵里 或者有很多很多甚至我们自己有人 你现在正在生病的当中 你有面对许许多多的事情挑战困难在你的前头 但是这不能打败你 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影响周围 不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拦阻 而是在你里面 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 如果你真相信他 你就要知道他在你的生命里要带来改变 你的生命困难会遇到神的帮助 你的生命困难会带领你去越过 而你不止自己可以生命突破以外 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恩典和祝福 带给你周围每一个需要的人 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我连相信我都是勇敢相信这件事 不要想为什么是我 会是我吗 我很不OK耶 我不行耶 我讲话结巴耶 我发抖耶 我身体有病痛耶 我也没工作耶 我能传福音吗 这些都不是借口 这些也不是不能 这也不是让你现在只能这样的一个借口和一个拦阻 而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是神的信心在那里面 因为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第二个是让我们勇敢行动 当我们相信了我们就踏出脚步 这个呢 约苏亚记的三章15到17节就提到了 约苏亚要带领百姓前进迦南地 而这时候约旦河在其中 那要怎么样度过呢 神告诉他们说 当祭司抬着约柜 踏在水中的那一刻 水就会分开 但他们没踏的时候 水还是水还是河 还在那里 但这时候他们领受了神的话语 于是他们祭司就扛起了约柜 然后踏入了水中 一踏水就分开了 很多时候信心来自于你有没有勇敢地跨出行动 而在行动的同时 也是因着信心你可以跨出去 而跨出去你就会看见改变和祝福 但不跨的人你永远都在想 等一下会有用吗 等一下会改变吗 等一下会如何 等一下就是没有的意思 而你必须跨出去 你就会看见改变和祝福从此产生 所以勇敢相信 接下来勇敢行动 最后一个让我们要勇敢牺牲 牺牲这个词也许对大家来说觉得蛮痛苦的 要牺牲 但不要忘记了有一位神 先为你我而牺牲 他赐下他的生命 他的身体剥开 他的宝血为我们而留 所以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 所以在圣经里面 录家福音9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掉生命 凡为我上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这段经文它主要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只专注在今生 你只想着你现在要干嘛 那么你没有去专注那永恒的事 你虽然好像在今生你觉得你急急盈盈 然后你获取了你要的一切 甚至可能你急急盈盈也拿不到 但你不只没有办法救你自己的生命 你还上掉了那永恒的生命 但如果你选择在今生为我而活 你仿佛好像失去了 可是你却得着那真正的永恒生命 但我觉得这段经文 其实不只是在讲到永恒与今生 它也代表了我们的现在 许多人我相信你们很多时候在付出和给予的时候 反而不是缺少而是获得 这是真实生命的经历 我相信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们 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 还有刚刚跟我们分享的 不管是克里斯 孟容 还有欧头哥 仿佛好像我们要必须牺牲我们的时间 牺牲我们想做的事 或者好像牺牲了一些 但是如今他们今天的分享 都让我们看见更美好的生命 在向他们来彰显 是牺牲吗 其实是得着 但你需要去经历 如果你在那边数算 如果你在那边想 如果原来传福音还要这样子 那我时间也没有了 我可能还要花钱 特别有时候我们想要传福音给人家 要请人家吃饭 这钱到底值不值得啊 我都花下去了呢 就算当下你没有看见 但你要明白 就像刚刚梦容的说时 其实我们都在成就神的一个工作 但也许我现在只是在某一个部分 将来你就会看见这个平图 将来你就会看见这美好的图画 不要害怕牺牲 因为在神里面的牺牲 反而是一个获得 在神里面的牺牲 就是一个神恩典 要向你彰显的时刻 所以让我们学习勇敢相信 勇敢行动 勇敢牺牲 后面这些人 他们都是从古至今 特别我们这个月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今年是马街传福音来台150周年 没有马街 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有许多人 你没有坐在这里的机会 因为他来了传福音给人 而这些领受的人继续传福音下去 你我都能坐在这里得到永恒的生命 如今你们要接棒了 我们要接棒了 你愿不愿意继续的写下你生命的故事 继续的为着主去传扬你所领受的 不止你自己的生命要得改变 在你的周围也要得到祝福 甚至也许你所在的一个区域 甚至也许你所在的国家 也都因为你而改变了 这是有可能的 牧师上一次提到说 我十岁就受到呼召 而我十岁领受的呼召就是我要改变世界 我不知道怎么改变 所以从小我就是一个有点疯疯的女生 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我还坐在那时候我国小六年级 不要猜我的年龄 我国小六年级坐在那边 然后我妈妈买菜回家的时候 就看见有个女生大声的 十二岁的小女孩对着那一幕 然后就蒙上眼睛 然后一直狂哭 然后叫妈妈买机票送我去中国 我妈妈说你要干嘛 我要以我肉身挡住坦克车 我以为我是浩克 但还好我妈是理智的 是清楚的 所以她没有帮我买机票 而接下来的 不管是世界上哪一个战争 或哪里出现什么 我永远说妈妈 你可以现在送我去吗 我妈总会说 你再长大一点 我怕人家现在要救的是你 没有办法救灾啊 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在我的里面 但其实神用我在服事里面 在宣教里面 祂告诉我 孩子我没有要你现在做那么大的事 你先从改变你自己 你先从你愿意去看见周围的需要开始 而一点一滴 我的生命 开始被改变和祝福 I Mission起书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多久 我也想说我只是一个祷告 其实这也是一个睿智的师母 蔡佩芳师母 他有天跟我说 小米你要不要来试着做做看 两年 欸 两年 三年了 一百集了 不要相信 不要以为你只是一个祷告 那个祷告可以带来改变和祝福 所以今天我想要邀请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愿不愿意一起画出那福音的步伐 没有要你现在出去马上抓着人 说你要不要信耶稣 从你的生命 愿意去回应神给你的呼召开始 神感动你对你的家人 神感动你对你的同事 神感动你可能你常去买的小吃店老板娘 神感动你 你开始学习去注意周围有需要的人 而我们一起为神而踏出去的时候 福音 恩典 美好 就向我们来彰显 而当你愿意跨出去 你也会经历到神所赐的力量 你所面对的困难 你所面对的挑战 神也一一成为你生命中的力量和祝福 不要担心你的身体 不用担心你的家庭 不用担心你的经济 不用担心你的工作 因为神比你想的还爱你 神要成为你极大的祝福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回应神好吗 让我们今天选择一件事 主我要与你同行 我要为你而勇敢 我不是我有多勇敢 是因为你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可以跟你而行 今天圣灵你要来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让我们都能坚定的为主而去 这个月的信息 从恩赐牧师叫我们去 当我们看见马杰博士 他来台湾所做的这些激励我们 到上周神说 神透过牧师告诉我们 我们的专业可以成就神国的事业 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行动了 我们是不是要跨出去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回应神 呼召我们 让我们成为周围的祝福 让我们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 并且也愿意聆听神的呼唤 为主而行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把我们的心淡淡的向神来举起 神灵的大能今天浇灌我们每一位 让今天的信息不是停留 只是一个感动而已 他都要化成一股动力激励我们 跟随神而行 跟随神而行 求主来带领我们 主我们再美你 谢谢你 你 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 跨入未知 想怕失落 在奥秘中 在奥秘中 当我寻见你 在深海里 我仍站立 我真心呼求你生命 我的眼淡淡仰望你 大海翻灯 我泪要吸在你怀里 让我们一起起力来敬拜我们的神 并且让这首诗歌从我们的祷告说主 我们要领受你的呼唤 我们要跟随你 水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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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永留 你手掌权 吸引着我 就在我身前恐惧软弱 你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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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失守 我全心呼求你 我全心呼求你 我全心呼求你生命 我的眼淡的阳光里 大海翻盾 我泪要吸在你怀里 主啊 使得我们今天在祢宅的面前 主 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 起起全来的属地 主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 让我们回忆祢的呼召坚定为祢而行 主 充满我们 兼神祢的大能胶贯 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 让我们呼求祢 所以我们就轻声来敬礼祢 充满我们 胜利引领使我信心没有界限 让我难心走在水面 呼召我快跑跟随 你牵引我使我感受与你同行 让我心心更加坚定 让我心心更加坚定 你牵引我使我感受与你同行 让我心心更加坚定 在我心心更加坚定 你牵引我使我感受与你同行 你牵引我使我感受与你同行 让我心心更加坚定 在我心心更加坚定 你牵引我使我感受与你同行 让我心心更加坚定 在我心心更加坚定 拆解我 圣灵引我 圣灵引领使我信心 让我从心里对神来呼喊 主啊 求你牵引我 主 让我跟随你到底 主 我不再是软弱无力的 主 我不再是下沉疲弱的 主 我竟抓住你 呼求圣灵的大德 为你牵引我使我感受与你同行 让我心心更加坚定 在我旧处碰在你 神灵引领使我心心没有界限 看望能行走在睡眠 不叫我快跑得醉 你卸引都是我更深與你同行 讓我心情更加劍你 在我救出同在 兩位一起來祷告跟主說安樂呀 讓主來充滿我們 每一個弟兄姐妹你開口起來 呼喊神充滿我們的裡面 今天有多少人你願意回應神 祂正在呼召我每一個人 起來呼喊 起來聽受祂的呼喊呼召 你跟主說主我在這裡 充滿我願意的弟兄姐妹 你舉起你的手來 跟神說主我在這裡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我願意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職場 在我所在之地 起來榮耀你的名 開口上手再說 主使用我 使用我 除去我的懷疑 除去我的懼疑 除去我的懼疤 除去我的軟弱 除去我的憂鬱 除去我覺得的不難 因為在你凡事都能 向主來道道 從你的臉上手來呼喊 主我需要你 主我回應你 繼續地道道 繼續地揚花 跟手來道道 把你自己獻給神 把你自己獻給神 今天我們一個人 抓在這信心的大能 讓為主掛出那不一的腳步 台北要因我們的祝福 台灣要因我們的祝福 這世界要因為我們的存在 領受神的美好恩典 從我們的家 從我們的職場 到城市到國家 我們向主說主 我在這裡使用我 對我來說話 對我的心來說話 這是我們每一個 禱告的時刻 每一個在自己 來到我的面前 淡淡的仰望神 淡淡的呼求祂 不要消滅神 在你身上的護照和感動 不要消滅神 在你利口 所有你做的 如果你現在 覺得你信心不足 如果你覺得軟弱 你大聲的呼喊說 主我出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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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我們不能交給你 因為你在我們裡面 大聲的對手來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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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每一個在聖地的 都要來定受神 充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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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要主 我們充滿 與我們同在 你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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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要主 我希望會再被你 謝謝你 主今天在你面前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的兒女們 都在這裡向你說 主我在這裡請猜解 主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能做些什麼 甚至可能我們還在 我們生命中的軟弱和無助 甚至我們的家庭職場 我們自己身體都有問題 但是主今天讓我們 淡淡的仰望 我們不看困難 因為我們看見你 主你比我們的困難還要大 阿们 而主你已在實價上 也為我們承擔著 所有一切 讓我們不僅抓住 我們生命中的軟弱和無助 而是僅抓住你 以你為我們承擔所有 主意思 我們今天真正的來到主你的面前 不管今天台上的人的分享 也許有一些觸碰到我們裡面 但這不會只是他們的故事 這樣的美好見證 會在每一個願意相信的神的兒女裡面 來展開 你有多相信神 你的生命就要盡你多大的恩典 你有多緊抓神 你那無助的生命會充滿力量 只要你願意相信 因為實價的恩典 今天要再一次的向我們顯明 主的犧牲帶給我們力量 主的犧牲帶給我們自由 主的犧牲帶給我們旁邊 主的犧牲帶給我們旁邊 如果你有拿到的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如果你沒有拿到 不管你在哪裡受洗 你都可以與我們同齡並備 你可以舉手 招待會看見你沒有 就拿給你 不管你在哪裡受洗 防受洗的弟兄姊妹 可以與我們同齡並備 我們先預備好 主在備賣的那一夜 拿起餅來撥開了祝謝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每逢吃的時候 會要紀念我 之後深夜拿起杯來說 你說這是我身體所留的血 是要與你們所立的緣 你們每逢喝 也紀念我在你們身上所做的 今天讓我們在臨餅杯的時候 重新的思想神 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拿了 不要只是一個儀式 不要只是一個餅和杯而已 你真相信主的身體和保險 為你而捨而留嗎 如果你相信 你必從你生命中的難處要出來 因為主替代了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疾病 憂鬱 軟弱 無助 下沉 神在世加以替代了所有的一切 而當你在這領受 你要說主我把這切交給你 我要領受那重新的生命 更新的保險大能在我裡頭 你可以自己向神做一個禱告 祷告 祷告過後 我們就可以來領受這個禱被 我們先有一段時間 我們祷告在主的面前 把你自己在此的完全交在主所中 祝這是何等寶貴的恩典 這是何等寶貴的恩典 因為有你 我不再一樣 因為有你 我能勝過世界 祝今天我們眾人在你的面前 一起來領受你的禱被 求你對我們的心說話 更新我們的生命 這不是一個只是一個禮拜天兩個小時的聚會 而是一個真實生命的經歷和改變 求你恩待 祝福我們 因為我們同在 對我們的禱告奉主的名 阿妹 我們可以領受 最後我們在一起有個禱告來到主的面前 聚會會結束 但神的同在不會結束 不管今天有多少的感動在你的生命裡頭 讓祂不是只是一時的停留在你的生命裡 祂將不斷的引領你 接下來你在做事 你在家裡 你會開始有個新的眼光 一個不一樣的眼光來看待人的事故 那就是你生命重新翻轉的時刻 我十歲回應神的那一天開始 那個呼喚就一直不斷的在我生命裡 即便我仍然會遇到我生命中的挑戰 軟弱無助下沉 聽過我講到也知道我其實有過憂鬱症 但是為何我和男人站立在這裡走到如今 那是因為神的恩手從沒有停止離開過我 而我也學習緊緊抓住祂 即便在我覺得我的人生好像被打趴了 即便我認為我好像只是一個趴在那裡的 可能可以一點抖動的生物而已 但是神從沒有放棄過 所以如今神也再一次的呼喚 在我們當中的每一個 願意領受這樣的一個呼召嗎 你願意為主而行嗎 你願意在你認識神 接受神成為你的阿爸父的那一刻開始 你的生命不再為自己而活 而是為那愛你的天父而活嗎 如果你願意的我交情 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 你重新向神來祷告 只是你自己跟神來祷告 你說主我在這裡 再一次把我的生命獻給你 全然獻給你 求你來使用 求你來看見這寶貴的生命 也再一次的充滿在我裡頭 讓你坐在我生命的寶座上 不是我自己 是你坐在我生命的寶座上 吸引我的眼目 讓我緊緊的跟隨你 我每一個人自己向神來祷告 我們一起開口同神來祷告 讓我來到你面前 主啊 這是我們誠心的禱告 是我們願意回應 我們願意一生回應 主啊 我們心中在這裡 謝謝 我們不要說 神明其心都在那裡面 我們不再是我們自己 那是會拿來的主 因為主 你說 現在活在我們這世 那是耶穌基督在我裡面有所證 主 這是我一個誠心的禱告 不光現在的我 在什麼樣的禱告 那是我就是一件事 全心的祝福 全心的禱告 享受在你的美容 大量的禱告 全心的禱告 全心的禱告 回應你的呼召 我們要說我們是属你的 主 我們要說我們的生命 是属你的 主啊 也是你坐在我們生命的寶座裡 不是我們自己 如果過去在這一段的日子裡面 有什麼事情成為那個偶像 成為那個攔阻 我們來到你面前的 主 我們要封耶穌基督 宣告現在全然的斷開 主 你重新坐在我們生命的寶座 讓我們緊緊的跟隨你 讓我們願意說 主 我在這裡請猜遣我 讓我們為你而去 讓我們活出属你聖節 榮耀 豐盛的生命 謝謝你耶穌 我們讚美你 與我們同在 謝謝你今天吃下這麼多的美好 在我們的當中 我們要說一切榮耀歸給你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感動 聖年的交通常與我們同在 主 我們更要說 我們是一群願意為你而去的人 願你常常的提醒我們 帶領我們 讓我們成為為你而活的 謝謝耶穌 你們的祷告 封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讓我們給耶穌一個最大的掌聲 Hallelujah 在你坐下之前 或者在我們要離開之前 等一下我還有兩個報告 在我們離開之前 請先跟旁邊的說 我們一起為主而去 一起為主而去 好 所以我提供了實質 讓大家可以為主而去的方法 然後我們不是只有信心 我們還要有行動 來 大家可以做一下 我有簡單快速的報告 兩點而已 第一個 我們剛剛就講到 從剛剛的裡頭 啊 我發現我好像今天忘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是一個行動 一個行動 對 所以我們要有個行動產生了 對 牧師可以忘了收 但我不能忘了收 不好意思 我們忘記收縫隙 沒有關係 這也是一個行動 因為你的每一個金錢 都要成為一個祝福 我們IM行動教會聚會就是怎麼自由 沒有關係 忘了再補上就好 行動嘛 永遠都沒有來不及的時刻 行動 對 當下的感動我們就行動 好 所以讓我們也來預備好我們的金錢 來獻上給我們的神 我們也相信 每一個金錢的使用都能成為祝福 當然如果你第一次來到IM行動教會 或者你不明白奉獻的遺憾 你也不用奉獻 那如果你明白的 讓我們用一個敬拜的心 來到主的面前 讓我們全心的來讚美我們的神 並且我們相信這些奉獻要成為祝福 我們一起來收光線 讓我心情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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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願意呼善 好接下來我的兩點報告來囉 第一個我們要提供實質的讓大家 所以如果我們要傳福音 一定要具備一些利器了 那麼我們的祥福 我們從我們黑芬康庭 要提供大家全新改版的天賦小卡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就是也隨著 我跟宋牧師的年齡不斷上升 其實那個字太小 我們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決定來做一個放大版的 讓大家有字可以看 有图汉可以更明显 然后字呢也更大 那目前呢 我们推出了一个组合 叫做天赋电记名 杯电再加我们天赋小卡 可以成为很好的福音利器 我们知道很多天赋小卡 我去日月坛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叫做耶稣什么堂的 然后我一进去 他说欢迎来抽一张卡 我一打开 IM的天赋小卡 我们已经到了台中 期待哪一天可能我去国外抽一下 又是IM的天赋小卡 比如说这个可能很多人 要来领受这样的祝福 所以等一下就在外面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然后也可以亲自到外面 我们这个全新改版 要成为一个祝福 让你成为传福音的利器 第二个是我们IMFamily的 我们大大的来征召 我们所有的服饰团队 不管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后台的招待灯光音控 还有我们儿主 所有的我们都需要 有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参与 跨出一小步 也许你说你不太会 还有网路 跨出一小步 没有关系 你就跨出一小步 但你的这一小步 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我们因为一场聚会 透过直播 也成为了许多国家的基督徒的祝福 所以只要你愿意线上一点点 相信都能带给教会 带给你周围的人 甚至带给你自己 因为你在给予的同时 你也获得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是IMFamily的 在我们的社团里面 有这个报名表 那你就可以上去报名了 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拜拜 让我们跨出行动哦 从出去就可以开始传福音了 拜拜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